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没有听到 阿里山小火车 要经过的时候 叹叹叹叹的声音 可能收音收不到 我的后方是清水公园 然后隔隔 这一条嘉义线120线道 对面就是足迹火车站的 这个是阿里山小火车的足迹站 从足迹站开始 可能阿里山小火车 它就要开始爬山了 我后面是阿里山火车的足迹站 我们今天来探访一下 这个小小的古早的火车站 这个小小的古早的火车站 但是有一班是从嘉义开到北门的 然后在我们前面有个路 路马铲的车站 再来就是这个足迹火车站 那它沿途到阿里山之前 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像独立山这种 环山的世界独捕的一个铁道 然后一直到分岐湖 那几年前因为铁路崩塌的关系 目前的车站 那个火车只到分岐湖 就没有再上去 那在上面的火车 还是有在行驶 但是中间这边是断掉的 这里也有门牌喔 那边就是足迹市区 这里是阿里山森林铁道足迹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火车站 它非常的古色古香 它是日本时期就建造 都是木造的房屋 现在是下午一点多 不是它火车经过的时间 那平常只有一班上山 然后假日的话会多了两班 那下山的时间要到 四点十一分平常日 所以现在看不到火车 这边很幽静喔 然后前面是足迹清水公园 清水公园现在很漂亮 我们下一集会为各位介绍 足迹清水公园 这里都会听得到鸟叫的声音 非常的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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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